因为利益想要背叛 还不如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我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很多人很喜欢讲说 他就消失了 张晓涵哭了 遭母亲卷上衣背叛 累结出到23年证实新生 当时的我就是一个新人 公司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我是一边拍戏 好累好累好累 回到公司 趴在桌上睡着了 马上说 录音进去 你录完的时候是5个小时 身体是很透支的嘛 那当然免不了会感冒 你可真会选时间生病啊 就是这种态度 然后我就心里告诉我自己一句话 有一天我一定要红 你就不会欺负我了 42岁张晓涵出到23年 今日迎来人生第100场演唱会 回忆一路艰辛走来 忍不住落泪 我在我人生25岁那一年 完成了我自己的梦想 终于真正站在舞台上那种感觉 而且是 户外 我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并不代表我没在工作呀 对然后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讲说 他就消失了我没有消失 我知道你刚刚说的呢 可能会让我博得更多人爱我跟同情我 但我不需要这个同情 当年张晓涵事业正值高峰 出道后的收入都交给妈妈打理 没想到被妈妈卷走一亿存款 爸妈甚至联手舅舅控告她弃养 最后离开台湾转向中国发展 每一个路口全被狗仔堵住 我们都坐在地下室 大家在讨论 现在这周怎么办 娟姨姐就说一句话 没关系啊 贾博士也是从车库开始的样子 哇 我们现在不也坐在车库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是媒体对我不好 并不代表民众对我不好 譬如说有一天我是在路上 有一个女孩过来说 她很喜欢我 她跟她妈妈一起跟我说加油 在你身边的工作伙伴 你把她当成家人 因为利益想要背叛 还不如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要不然就这样吧 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别当我们连心了 因为她喜欢这一句 我想做的事情 你的金色的美容 这扑开生命的暖停 挣扎无形 总会放弃我自己 还心里不要忘记 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女生怎么那么辛苦 但是另外一个思考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谢谢老天爷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不再只是一个傻傻的一个女孩子 谢谢老天爷给我一个这么宝贵的一颗 如果没有这个事件 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不过 肯定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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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